那現在講到褻獨, 他講到這裡, 他這裏有講到, 在這裏頭上有褻獨的名號。 他在褻瀆的名號。 那不要以為褻瀆, 就是對神不好的話, 就叫做褻瀆, 而是你自己妄稱你自己為神。 我們知道, 從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在台灣, 在這世紀, 我們無法想像, 那如同羅馬時代, 那皇帝也是神, 所以皇帝就強迫人民來崇拜祂。 上個禮拜, 有看到羅馬的錢幣, 那皇帝是神的兒子, 還有救世主。 所以, 所以, 你知不知道, 也就是, 如果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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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些東西,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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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陸奴, 給這位子, 那位子, 他有力量,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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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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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 geht, 尤可真 Elle, 抹定書的, 要重量和人做法王天遅 teknolog上 李呑 disciples상rine, 所以 Younger Jesus, 我我知道這位子, 很少 aan神師債。 還有一個提名字, 耶稣像是很美! Cela是非常有趣, 但很趣嗎, 末時, 他不會生忠れ不、 只佩試 raising救防與藥主佛衆的干工, 他不是基因的耶穌灶座而老通是born的。 他在第三節那邊講說,那傷卻醫好了,不是說他復活了。 這邊也講到,這個魔鬼他也行了很多神蹟。 那十三章有講到很多關於這個魔鬼,他也有行了神蹟。 那當人們看到這個神蹟,就跟從了他,就像第三節最後一句就第四節前面,全地的人都很驚奇跟從了那之後。 所以這個人類的邏輯我們很難想像,當耶穌讓拉薩路復活的時候,那些猶太人想要怎樣來對付耶穌呢? 反而是要來殺他。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呢?因為他是一個奇蹟啊,他應該來榮耀他。 至少也要來謝謝他。 耶穌也沒有說任何關於法律法的事情。 但是事實上耶穌也沒有做了違反律法的事情。 所以你看人是多麼瘋狂。 那什麼樣的邏輯可以這樣子來解釋呢? 所以我們知道,他可以行很多神蹟,又有權比,但是他不是一直可以這樣子,他只能行多久呢?四十二年半。 就是三年半,對嗎? 然後我們再看到這個數字這裡。 然後我們看到有什麼樣子。 誰控制時間? 神! 再一次回到剛才的問題,到底是誰控制時間?還是神? 因為神控制他,能行使多少的時間?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來看,他知道這個建築物是多麼瘋狂。 譬如說,如果我們知道這個建築物會塌了。 當然我們不會來這個教堂。 當然我們不會來這個教堂,對嗎? 所以在第六節那時候就開口向上帝說,褻瀆的話。 所以我們會知道,這個啟示錄不是在講敵基督,而是在講基督。 因為他説,因為他只有給他四十二個月,他很生氣,事實上不是這樣。 因為他恨神,才對神做一些褻瀆的話。 而且他是公開的挑釁來講。 他在做這個,什麼是慶祝的呢? 我們說的,慶祝是不只要說對神的壞事, 而是說,我是神,我是救人。 但是,你知不知道,不祈禱我,祈禱我。 那褻瀆神的話,不是說只有說一些神不好的話, 是你自己忘稱神的名,而把你自己當成是神。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類型的慶祖, 那是不被禁錄。 那這種慶祖是不被寬恕的。 反正,我想問你這件事, 那這邊問你們一個問題。 然後,你覺得這件事? 你覺得這件事? 讓我把它弄成小一點, 因為這件事是藝術的, 實際上是藝術的,實際上是藝術。 那,人生的罪和褻瀆的話, 都可以赦免。 唯獨,褻瀆聖明,總不得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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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覺得,為什麼呢? 唯獨,褻瀆聖明是什麼意思呢? 那為什麼這樣不能赦免? 其實它上面一句說, 所有的罪、褻瀆的話,都可以赦免。 唯獨,褻瀆聖明。 它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知道, 很多時候,人們問這件事。 他說,每個罪和每個褻瀆聖明 都可以赦免。 但是,唯獨,褻瀆聖明。 唯獨,褻瀆聖明。 唯獨,褻瀆聖明。 那什麼叫褻瀆聖明呢?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我知道答案。 你知道答案,但是,讓人家說, 好嗎? 你覺得呢? 什麼? 誰知道那個答案呢? 什麼? 你覺得呢? 他沒有祖瀆聖明。 他沒有祖瀆聖明。 因為祖瀆聖明。 他沒有祖瀆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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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聖明。 他沒有聖明。 我還說,沒有聖明。 那有很多人,其實一開始也跟神對抗。 那最後成了基督徒。 甚至成了聖道士。 所以他們並不是說不得赦免的。 所以,你能說什麼? 好,你懂得說什麼? 你不會讓我認識或不認識。 每次我說我認識,其實你不認識。 好,要證明我認識。 説説説聖靈就是你不承認聖靈是神。 所以你不承認他是神,他就沒辦法赦免你。 不是他不願意赦免你。 因為你根本不承認他是神,他如何赦免你。 就好像你去一個法院。 法官判你說有罪或是無罪,他判你。 你說你是什麼玩意啊,你根本就不是法官。 你根本就不同意他的話,那他怎樣來判刑呢? 所以他要給你機會。但是你不認同他。 所以他也沒辦法來赦免你。 所以因為我們拒絕聖靈是神。 他也不可以承認我們。 這話之前你告訴我,你告訴我嗎? 我不是說這話。 這話是為何不能保留在你的罪狀的情況下。 要喜歡罪,而留在罪,像是狼狼。 不是神不想要罪罪,他想,但狼狼不想。 當然,你拒絕了聖靈靈,他也知道他是狼。 是的,但狼狼不說,譬如,耶穌或聖靈靈,他不是神。 但是,他知道這個非常好,比我們更好。 但他説,我愛你,好嗎?我想你的力。 結束了。 因此,他留在海裡。 他知道,但他,在獨自的狼狼,他留在... 是歷史丸。 耶穌和諸大分之, 感谢观看